大家好 今天是7月7日 七七事變 盧溝橋事變 每年都要記住這些日子的 九一八七七等等 日本人 軍國主義那些 真正要記住 你不記住他 他就會來打你 所以就是這樣 不是散播仇日情緒 而是仇軍國主義 日本的軍國主義 記住 這是很不同的 軍國主義在日本還沒死 好 還沒死 不過香港的股市死了 昨天還有一些 比較多北水流入 今天又死了 大家看到 不要忘記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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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日平均線 有少許勾上去 這也是勾上去 會不會是勾上去 會不會是勾上去 會不會是勾下 今天多了兩個板牌 轉紅 就不夠 因為始終還是差一點 沒得搞 今天阿里巴巴會好一點點 油邦保養好一點點 所以就沒有跌得那麼慘 其他一些就很掛 大股 大股 大股很簡單 跌穿了保利加通道底 保利加通道底是184.05 今天是183.56 然後如果保利加通道底 如果跌穿了之後 就怎樣呢 如果按照這裡這樣看的話 就可以跌到1天2天3天4天5天 這樣就去到5天6天 這樣就去到5天6天 這裏這些還會死 如果近著這裏的話 1、2、3、4、5、6、7、8、8 所以你說 是不是很快就講完 很快就去的 那有什麼股票可以留意呢 很難找 真誠很難找 找一隻公布業績N號 那個叫中遠海能 那中遠海能那個是 一個走勢就是這樣 那第一建設了 這個是月高位 肯定啦 這個當然是這個月高的高位 這裏 是不是 好 那上面的時候 就是如果要買它 要買它 當然最好就是 講了之後未必需要買的 不過我一定要做 是不是 最重要一定要去到 8.9號半才好買 8.9號半 8.9號半 今天最高是8.93 給多兩個先 去到8.9號半 那如果去到8.9號半 買的時候 上面看就9.6 那只剩下8.5 好 上面看9.6 8.5 它的預期PE是7.9倍 預期息率是5.57 大股肥的投資評級是2 非常好 然後我再跟著 就有四間大行 推薦它 中遠海能做的是 跟能源有關 不是一般的干散貨物 這個呢 是接下來的 這幾年度 都有重大的需求 好了 這個載運量 是有重大的需求 那 那 那 未來三年盈利的預期呢 大股估計就是1.02 1.02 1.2 即時大市升1元 它就升0.54 0.54 低位是4.21 高位是9.57 如果有興趣吸納它的話 可以等到去到8.9號半 是吸納 那目標看9.6 只蝕於8.5 第二隻可以留意一下的呢 就是 能源股 中溫能源股 今天都有少許資金流出的 不過流出不太多 那麼 那個價位走勢呢 將會這樣 是倒了下去的 很差的 不過呢 你一定要看回 它會不會在這裏之後 會咬上去呢 我們要看這件事 因為它現在目前去到這裏 已經是可以見到 是由三個底去到的了 而這一個呢 也都可以看到 它是升過了下降軌的 那後面是你這裏之後 就回市後抽回市之後 就再上去 那所以也都因此 就不要看這麼低位吸納 那今天最高的券是5.8號半 那很簡單啦 5.9才好賣它啦 那5.9買的時候 之中呢 目標價是6.2 而這個指示位等器 5.7 如果5.9買的話 就5.7 那再跟著呢 它預測於PE 就很低的 就是這個PE 只有3.5倍 那麼 息率有8厘 但後來的投資評級2.63 2.5是中間位 2.63是中間偏差一點點 有5間大行是推薦吸納它的 它現在未來3年的盈利 我們預期是1.56 1.4.3 1.2.4 逐年有所低 那麼派息呢 就是0.43 0.4 0.22 那麼最主要就是 因為那些人呢 以前是估計 煤是沒有什麼前途 但是呢 可以這樣說 煤不是沒有前途 煤還有很多種用處 好像突然間 你搞搞這樣 這次搞搞 煤就馬上要出來了 為什麼煤今年會突然好 因為中央要補電力 補電力的生產的話 於是煤就變成火力發電 是OK的 那麼未來3年的盈利 就已經正在說了 歷史波幅就是27.33 它percent beta是0.74 就是大股升1元 它升7.4 那五十二州的低位 是5.24 而高位是7.67 好了 那麼再另外一隻呢 就是大家都幾冷滿一下 就叫做榮萬家 榮萬家是做一些 是這個 這個 是這個 物業管理方面的 那物業管理方面的事件 之中呢 我們看到了 這個要好好留意 好留意一下 成交絕對不多的 因此呢 千萬不要是有什麼想 很容易被人家夾瓜的 不過呢 如果是有什麼想法 成交絕對多 那你就是給一兩毛錢試一下 那就是可能會有比較好的收穫 因為這些東西一炒起來 就是很好的 那它又不是有信心 沒有成交的 那這裡突然之下 那它就變成這樣 那麼多成交 這裡又有信心成交 又有信心成交 又有信心成交 所以它是可以是有些成交 那現在就看到這個月的高位 那基本上呢 要上期2.16 才好再想它 2.16 今天最高是2.1 現在最新是2.1 然後2.16 2.16的時候 始終只虧價 先等起2.09 上面望2.3 那它現在是預期PE 是很低的而已 預期PE是3 那就息率有成13.5% 13.50 那再其次呢 就是很細隻啦 沒有大行推薦它 也沒有大行研究它 那就所以呢 也都沒有原理預測 什麼都沒有了 那歷史的是波幅 就是56.58 啡打氣數0.72 那麼 那偽洲低位是過3 五十二州高位是3.81 但是可以去到3.81 炒起來 真是瘋的 它可以給你 就是這樣 那我們再看看 那這個就是那個買賣守則 記住 一到指示價就馬上要走的 那再跟著看看 曾經有建議過呢 是買這個新華保險 那買入價推薦呢 就是10.01 而未到到價 那這個跟著呢 就有這個是小米集團 那推薦的買入價呢 就是11.45 昨天推薦 還沒見過 那麼就滾回來了 那這個又是蟬油 波記 那推薦買入價是3.65 那又是未見到 就滾回來了 那另外有一隻叫中海油 那中海油 那這麼好 那買入了 那就蝕鬼了 那昨天都預定會蝕的了 那最後跟著有這個東亞銀行 是從未買入到 跟著有廣氣集團 又未買入到 那另外一隻呢 是金曆泳池 金曆泳池呢 其實這東西 我自己覺得都挺好 可以留意一下的 不過又是未買入到 因為它跟著滾了下來 不過這隻呢 是不好看小 是應該呢 是日後更加一點它 那還有一隻呢 就是9961葵證 9961葵證 就說 好 變成這樣 那就沒有拍子了 因為這些東西呢 是很多時候 都是有一些是大股東 他們持有 他們就是所謂的始創股東 你好像雙湯那些 始創股東 哇 他的股是幾毫子回來的 什麼位都可以沽 就算一元都可以沽 所以這個比較困難 那所以 這一點就是 事度真的不是好 投資 是很大風險 很大風險 要獨立思考 不過說了等於沒有說 怎麼思考呢 唯一的思考就是 不要入市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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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